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在大機構或政府工作的官場文化 之前拍過一段影片 有些在官場不做事的人 升遷是比做事的人快 因為做事的人才容易被人捉到痛腳 被人去議論、評論 正所謂在政府工作很簡單 多做多錯、少做就少錯 不做就沒有錯 這些在官場的文化 你看到今時今日香港的官場都是這樣 即是你不做事不好錯 就是會升職 如果你做得多事的時候 你就會被人捉到雞腳 你就會很麻煩 我想講一個故事 就算英明的皇帝好像康熙 都曾經試過出事 是關乎他有個叫做河道總督近父 近父其實他本來皇帝都很相信他 他用了一個新的方法去處理黃河氾濫的問題 因為黃河氾濫很多潮的人用一些大雨治水的方法去開滑河道 這樣的時候都自理不到 近父和他的幕僚 就想用一些新的 就是用蓄水 然後在高的時候 就放一些水 就沖一些雨泥 去到最後來 就公規一跪 因為是和安徽縣的案冊使 于成龍就有不對 因為于成龍就想保他自己看著那條二十幾條村 就不肯去洩控犧牲這二十幾條村 保住下游消道口的七十幾條村 令到近父就有雞腳被人捉到 就被人彈劾 那這些情形的司空見慣 到最後後來的人又用近父的方法去治理河道 最後康熙才還回近父一個明星出來 但是看得到的東西就是說 世界上是這樣 不做事的人 永遠是有時間去議論做事的人 那些人還要是外行去評論內行 那你會看到就算現在今時今日香港的情形都是 你看到那些人真的都不是做事的 竟然可以厚顏無恥說一句 說香港的疫情是做到滴水不漏 我不是說天災是一個藉口 而是說自己對自己做的事的結果是臉不紅意不赤 就說自己的功勞又怎樣怎樣怎樣 我不會說評論 我看完之後我自己覺得都很氣憤 世界上有些這麼厚顏無恥的人 我現在都不知道 就是 就是 唯有說是自求多福 但是我想說回就是在大公司 和在政府 這些人是多得狠 和他們的仕途一定是好的 因為他們不需要承擔 或者是 好官我自為之 就是不會理人家的議論 今天想說的關於近乎這個事跡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